而张先生认为,这恰恰也是他们取消第三晚住宿的关键所在,当时已是大年初三,正式旅游高峰,被取消后,我们到欧能其他酒店看了像,同类别的房间报价,都在每间六七千元,是我当初订房价格的一倍多了,最重要的是,当时都客满了,想订也订不到了。 之后转到珠海,张先生一直觉得,对方所谓的泄露病房渠道,只是一个托词,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的目的,业能人士,侵犯消费者之情权,如存在欺诈可爱三倍赔偿,去哪网不能泄露病房渠道的提示,是否能成为取消病房的理由?此事件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? 在此,重庆合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国表示,如果全方在合同约定上并未明确告知,如果泄露病房渠道会带来怎样的后果,那所谓的泄露病房渠道不构成,可以随意解除合同的理由,一旦在方面取消,就是违约,应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客户的损失,包括到另外的地方住宿产生的费用,旅游出行增加的费用等。 重庆高新吃十条副工商所所长林格表示,消费者交钱后在前台查不到自己的地方信息,有可能是商家收了钱却没有订房,那么,就有可能涉嫌欺诈消费者。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相关规定,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,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,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。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,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,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,为五百元,法律另有规定的,依照其规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